顺差比例 顺差 就是我们的分母是进口 分子是出口 所以请问这次也是新增 新增量值 请点新增量值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贸易顺差比例2 因为上面已经有了一个贸易顺差比例 所以我刻意就改一下 贸易顺差比例2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上面是不是要放刚刚曾经算过的这个出口 所以怎么叫出来这个出口 用一撇 一撇 一撇在那个 Enter的左边 大Enter那个按键的左边 有人用一撇这个符号 然后你去找 去找这个各年进出口统计的出口总额 对不对 出口金额 各年进出口统计的出口金额 我习惯是这样子 遇到任何 遇到那个加减乘除运算符号 我会给他一个控板 然后除他要除谁呢 好在这个地方一撇 请选择这个各年进出口统计的进口金额 方向键选择进口金额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选到这个 这个各年统计的这个进口金额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我关联都帮你做好了 只是我只是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用你刚刚做好的 好选到进口金额 TAP键 Enter 这算出来的比例 希望是大于一 大于一就代表顺差 小于一就代表什么 密查 可以吗 请问会不会有负值 不会 会不会有大于二 大于三 大于四 会 这样知道吗 我们巴不得希望知道说 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什么国家 对不对 像什么中美贸易密查 对吧 应该有听过这样子一个名称 对不对 好 那所以一定是一定是谁在阿久的话 那一个国家一定是密查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跟你讲 新北市一点都不重视癌症栽减 为什么他们曾经亮丽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